海南的退房标准 这地面说是不干净 拿起手机录影存证 大陆春节接近尾声 各种旅游纠纷 接连爆出 旅客指控10天进台币9万订房 退房时 房东居然要求清马桶 否则不退租金作为补偿 气得游客报警处理 还有游客怒控 海南处处都是隐形消费 旅游简直就被当韭菜哥 除了旅游纠纷以外 海南机票在春节期间大涨 不少人选择开车搭船渡轮而来 却面临回不了家的窘境 19000多辆汽车挤爆港边 出不了海又逢大雾 停航将近6个小时 但是昨天凌晨因为大雾 海口三港停航了将近6个小时 因此怠度停车场出现了饱和的状态 新能源车主更成枯主 由于渡轮规定 新能源车起货风险比较大 因此限制载运新能源车数量 导致车主排队等了6天 还拿不到汽车过海船票 面对大陆民众慢慢回家路 大陆网友也开始催生 穷州海峡通道 史诚评论员赖月谦指出 未来海南应该会考虑建设一条快速道路 把海南岛和大陆连接起来 沃美指出 未来大陆和海南岛若连接 除了提供旅客更好的旅游体验 更有利于南海开发 在战略上控制整个南海 记者综合报道 未来的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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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来的热情